大家好 我被安排在第一个上来讲 其实心里还是觉得很紧张的 有点压力山大的感觉 我想这可能是组委会刻意去安排的 因为他们很明白 我马上要带大家去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做一次特殊的旅行 那个地方的压力可以达到100万个大气压 因此这一点山大的压力相比而言可能就没什么了 我想你们可能都猜到了 我们要去什么样的地方呢 没错 就是地球的内部或者说地核 那么我们的方向呢 就是各位所在的位置处垂直往下 那么万事俱备 一切就差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了 那就是我们的小导游 有请来自冰川上的来客 Scrite小松鼠 准备好了吗 Ready Go 请注意 他抱着松果 经历了什么样的地方 他叫着 他浑身好像在冒火 外盒 内盒 他们终于降落在了一个固态的内盒上 于是小松鼠拨动了这么一个内盒 地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故事的情节就由此展开 在动画片中呢 小松鼠抱着他的小松果 在一个神奇的大裂缝中 神奇地穿过了地壳 上地慢 下地慢 以及外盒 和内盒 我们当然很明白 这样的一个超级大裂缝 在现实中是没有的 那你可以说 我们可以去挖一个 没错 人类也确实是这样做了 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最深的转呢 到目前为止 是位于前苏联的科拉申转 那么猜一猜看 它的深度到底有多少呢 答案是12000米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场景是不是很壮观呢 这张图上给出来的黄色线标呢 则是地球半径的长度 6370千米 而我们刚才说的科拉申转呢 这只有12000米 也就是说 连地球的皮毛都没有打透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上天容易 而入地难 也就是说 人类对地球内部的认识和了解 实在是太有限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认识地球内部 到底是什么样的 它的结构又是什么样的呢 那不能靠打转这样的方法了 我们只能去找另外的一种 更有效的方法 那么就要去求助于我们的地震波了 那地震波说来的话 它就是由地震的时候 发出的一种波动 一提到地震的话 我想我们每个人 可能会涌上心头的第一个字眼 就是好可怕 你们会联想到唐山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 没错 再过两个月的话 就是汶川大地震的十周年日暖 你们可以用不同的词来形容它 强青脊椎 防无倒塌 奇离子散等等等等 没错 但是我今天呢 却不想跟你们谈一谈地震的 思念的这一方面 我是想站在另外的一个侧面谈一谈地震 在科学家眼中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它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那么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你看这样的一张波形图 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的心电图呢 只是比心电图要复杂得多得多 那么我和我同事的工作呢 就是去阅读这样的一张张复杂的心电图样的记录 想办法去解忆来自于地球内部和地震本身的信息 那说到地震的话从来就都有的 只是古人们对地震的理解 大多数都是基于神话或者以宗教为基础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阴阳论 认为阴阳的失衡导致了大地为之颤抖 而在西方呢则是认为 因为人类行为的不端 上帝特地派地震来惩罚人类 一直到了1755年 大西洋沿岸的Lisbon这个城市 发生了一次超大的地震 六万到九万人死亡 人们开始静下心来好好地去思考 地震到底从哪里来 最终得出了一个很朴素 但是又是很正确的推论 那就是地震源自于地球的内部 1906年旧金山发生了一个大地震 在震后呢熊熊大火还肆虐了三天三夜 这张图呢是我们上大学时候的教科书上 必须会用到的一张经典的图片 他说的是一个原本完整的栅栏 在地震之后发生了六米的位移 那么美国的学者Reader 就根据这样一些铁一样的野外的观测 提出来了地震断层说 说的是什么呢 地球内部的岩石它也在受力 因为受力 当这个力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会超过它的强度的限制 因此地球内部会发生一种脆性的破裂 那有点像我们搬一根尺子 或者一根棍子 你给它使力的话 它就会巴哒的一声断掉了 因此地球内部就形成了断层 那么能量就会以断层滑动的方式 最终被释放出来 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地震波 那么说到这儿的话 我们大家可能都想见一见地震的波的真的面目 我们先看一看 它是一种波动 因此它一定有它独特的频率范围 和人耳所听到的声波做比较的话 我们的耳朵是对20赫兹到2万赫兹内的声波比较敏感 而地震波它通常是比20赫兹要低的 因此一般意义上来说 我们听不到地震发出的声音 但是这里为了让大家听到地震的音乐 我们特地把地震发生的速度给加快了 也就是把时间给压缩了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按了一个快门键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去听到地震发出的旋律和声音 那么请播放一下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是主震的到来 奔川大地震主震 大家注意听 余震到来了 又一个雨震 又一个雨震到来了 听见了地震的声音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你怎么样去看到地震波 或者说把它的信号捕捉下来 那么这张图片上就告诉了我们 我们中国或者说 我们中国是人类史上 第一个发明了能够对地动有感应的仪器的这么一个国家 张宏的喉峰地动仪 但是这个仪器仅仅是能够感应地动和方向 并不是我今天要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地震仪 因为作为一个地震仪 它需要对地动有时间和大小的一个记录 这个小铁袋里面 或者说金属样的小物质里面 放了三个分量的摆 水平东西和南北两个分量 加一个垂向分量 那么因为地动了之后呢 这个摆由于惯性会保持静止 这样摆和地面之间就会产生相对的位移 于是我们可以把它画下来 或者把它转换成电信号记录下来 那么这样的一张记录图就诞生了 在全世界 不设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仪器 有的分布在海里 有的分布在大陆上 那么这样就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因此不论在地球的任何小角落 发生一次中强地震 或者进行了一次核试验爆炸的话 那么你都无法逃脱这张无形的网的敏锐的眼睛 那么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剥设 比如说在我国的金金塘地区 台湛的密度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经济很发达 而在西部你看到的就是相对的稀疏一些 那么当地震发生之后 当地震波传播到你的脚下 你会有几种不同的感觉 如果你很敏感的话 那么你首先感到的将是上下的一种跳动 这是P波到来了 因为它传播的速度比较快 因此最早到来 然后其后到来的是一个相对大阵幅的S波 因为它传播的方向和极化方向 或者说和振动方向垂直的 因此你一般会感到前后或者左右的这样的一种晃动 如果你还能够坚持的话 那么你将会感受到第三种波 这种波叫做面波 它是以更慢的速度传播到你跟前的 这种波有一点像在水面上传播的水波那样 有一点前后的滚动 通常来说这种面波因为它振幅最大 因此带给人类的灾害也是最大的 这张图上就给出来了 刚才说过的P波 S波和面波 这里穿插一个小小的故事 去年7月份的时候 我和我女儿去新疆去科考 然后在宾馆里有一天早上 我醒来得也很早 正在思考着问题 突然间感觉到床好像震动了 天花板有点晃 我有些怀疑是我出了问题 随即我一想 不对 新疆那个地方多地震 因此应该是地震来了 我就立刻把边上的 睡的女儿给叫醒了 我说快醒一醒 感受一下地震 孩子也真是挺听话的 挺听话的 他倒没有睁眼的 把两个手就伸开了 然后扒着床边 他跟我说 妈妈 我感觉到了 这个前后在晃动 我脑袋瓜在晃动 所以孩子后来也挺有意思地跟我说 这个事情很好玩 一生中很难忘的经历 我后来也问了问孩子 妈妈说地震了之后 你咋不害怕呢 他说那么小的震动 有啥可害怕的呢 而且妈妈也在身边呢 有啥可怕的呢 是不是啊 刚才说的是几种很基本的波 那么地球内部的结构呢 其实是很复杂 因此这些波呢 可能有走短路径的 走长路径的 有支塔波 有折射波 有反射波 总之 它们是经过了地球内部的各个的小角落 因此 它们在以它们独特的方式 为我们照亮着地球的内部 这张波形图呢 是放大了之后的 你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它上面蕴含了一些信息 首先是时间的信息 很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 振幅大小的信息 那么这里面教大家一个窍门 如果我们把不同台站的波形 记录到的时间 点在这张图上的话 你可以发现 它连成了一根曲线 这个曲线的斜律是很重要的 斜律就能告诉你 地球内部的速度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历史上 有哪一些大咖们的研究 给我们都留下了 很重要的一些印象 那么也顺便回答一下 大家可能在心中存留已久的 一些问题 譬如说 你怎么知道地球由地核 由地慢和地壳构成呢 那么听我讲完 这个故事就明白了 1909年 摩活罗维奇 他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把有限的数据 点在了一张图上 他发现了什么呢 这根曲线存在一个拐点 意味着什么 我想你们都会了 地球某一个深度处的 速度发生了变化 没错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摩活面 也就是说摩活面之上 速度稍微慢一些 摩活面之下 速度突然间就出了一个大的变化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地球 分成了地壳和地慢两个部分 至于地核的由来呢 事实上人们已经对它 有很长时间的猜测了 为什么呢 卡文迪许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了 地球的密度大概是 5.5克每立方厘米米 而你随便从地球上捡一块小石头 回家去撑一撑 它的密度大概在2.7克每立方厘米 相差约两倍 这两倍的差异怎么来解释呢 你会告诉我 地球深度越深 它的密度会加大 因为它的压力会大 没错 是可以解释一小部分 但是不足以解释两倍这么大的差异 古登堡这位老先生 就是从地震图上看到了一些端倪 他追踪S波和P波 发现到一个大震中距的时候呢 S波突然间神奇地消失了 而P波也突然间刹车减速了 为什么呢 什么样的原因呢 古登堡就认为了 在地球内部存在一个液态的外核 一个液态的核 那么这个核的深度呢存在于2900千米 这个值离我们现在所给出来的 28090千米 只差10千米 正当人们欣喜地认为 好了 我们对地球的认识已经很棒了 翘曼河 十几年之后 来自于丹麦的女学者莱曼 又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依然是在P波的隐区中 她发现了两只不该有的P波 怎么样去解释呢 通过六年的思考核论证 她提出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模型 在外核或者说在核的内部 存在一个1200千米的固态的内核 这样就可以完美地去解释 她观测到的所有现象 莱曼的一生比较有传奇性 在我看来 她创造了两个学者之最 第一个就是 她的论文题目是最短的 只有一个字母P加一个皮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穿透内核的地震波的缩写形式 另外 莱曼她也是我所认知的寿命最长的学者 1888年出生 金牛座人士 1993年去世 活了105岁 差一点要见证了两个世纪的历史 那么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就从最简单的层状模型 变化到了这样的内核 外核 上低慢 下低慢 以及有翘的模型 但是人类还不满足 还想去勾画一下地球内部的速度 密度 随深度的一个变化的曲线 那么这张图你已经看到了 跟我们刚刚说的简单的层状模型来比 还是要复杂得多 特别是在410和660 那两个地方标的地方 你可以发现速度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而这个区域叫做地慢转换带 也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区域 那么人类还是不满足 它还是希望地球你再透明一点 最好我能获得你三维的 立体的 像水晶球一样的地球 是不是 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么能怎么做呢 很好 在医院中我们大家可能都做过CT这样的检测吧 我们可以对人脑或者对器官做一个全方位的扫描 这样通过切片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去看出 或者说去分辨出哪个地方可能有异常 哪个地方有肿瘤 把给人类大脑做CT的这么一个概念借鉴过来 我们也可以对地球做CT 这里有一个差别 思路虽然一样 可是我们的源和接收点是不一样了 我们的源是什么呢 不再是X光 而是分布不均匀地地震发出的射线 或者说叫地震波 我们的接收点也不一样了 不可能在全球均匀地分布 而是哪里有台站 我们就在哪里有接收点 因此对地球做全方位的CT 比给人类大脑还有给器官做CT 要复杂得多得多得多 那么这张图就大概地给出了一个俯视图 蓝色的表明是高速区 而红颜色表明的是低速区 为什么它们很重要呢 因为速度与地球内部的温度是相关的 高速就预示着地球内部的那个地方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而低速的话就表明那个地方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这是换一个视角 我们去看它的一个剖面图 你也看到了红红绿绿蓝蓝的颜色 这些蓝色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地球表面的浮冲的板片 进入到了地球的深部 你看到它在地球深部 不同的深度表现出来了不同的样子 有的平躺 有的似乎散落到夏地曼中去了 那么如果没有了地震波 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地球内部吗 这张图呢是以卵色调为基础的 那么最上面那个小三角其实是冰岛的 冰岛是火山区 这张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 滋养冰岛的物质 这个热物质的上涌 原来不是那么浅的 可以来自于河曼的边界那么深的地方 1864年 凡尔纳的一部小说《地心游记》 被2008年搬到我们的荧幕上来了 它里面就提出了一个设想 地球内部有一片汪洋大海 那么如果这片海洋存在的话 那学者们现在认为 主要就会分布在地球内部 410公里到660千米之间的那个 叫地慢转换带的区域 那么是不是这样 如果它存在 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怎么样去研究它呢 打个深转 可能性基本上是为零的 怎么做 那就要求助于地震波了 我所做的事情就是 找到一些对那个深度 比较敏感的波 把它按针钟距排列起来 还是那一套东西 排列起来之后你会发现 它们形成了一条很漂亮的 燕尾巴形状 有长尾巴的 有短尾巴的 有宽尾巴的 有瘦尾巴的 那么这些尾巴的样子 跟什么有关呢 就是跟地球内部的结构 是相关的 因此通过这种波形 我们就可以去获得 地球内部的 包括辟波 S波 速度的结构 那么有了结构的话 我们就可以跟物质去挂上钩 因此我就可以告诉你 在我研究的东北亚地区的下方 滴满转换带内是含有水的 但是含水的量没有那么多 并且这个水 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片汪洋大海 绝对不是这样的 它是以结构水的形式 存在于矿物中的 到了这儿可能大家还会想再追问一下 你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用呢 其实说白了 好奇心的趋势 我们总想对我们的这个家园 我们的地球 做一个全方位的 有浅入深的一个了解 那么更实际点说的话 地震波可以帮助我们去 找油 找气 找矿场 找水 找能源 帮我们去找断层 我们现在看到的地面上的山川 河流 平湖 盆地 等等 这一切你看到的现象 其实都是受地球内部的一个过程所控制的 也就是说地球内部动一动 地表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地磁场 你们可能每个人都知道它 但是又没有好好去思考过它 不论你想 或者不想 不论你承认 或者不承认 地磁场就在那里 它无时不刻地都在保护着我们 不去受太阳风 太阳的粒子的辐射 那么 想一想 如果有朝一日 地磁场 减弱了 不存在了 甚至发生了转向 那会怎么样呢 我们的地表会变成什么样呢 那么因为今天是女性专场 所以 我想还是以我刚才所讲的这一位 莱曼女科学家来收尾 我从网上搜集了她不同年代的照片 把她放在了一起 从年轻到年老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 她美吗 美 我也觉得很美 其实我是她粉丝 你看她的眼睛中 那样的一种睿智 坚强 还有一种平和和快乐 我觉得甚至于认为 她越老了 似乎这种美就越凸显出来 岁月悠悠 衰微 只及肌肤 热忱抛雀 颓唐 避之灵魂 只要你从天上人间 接受美好 希望 欢乐 勇气和力量的信号 你就青春永驻 风华 长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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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